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不是哈里斯本身的魅力 这让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们感到不安 因为哈里斯在费城的集会预计将吸引更多人潮 第二则新闻是金融市场的恐慌情绪 上周美联储可能犯了一个大错 这让市场担心美国经济可能陷入衰退 美国股市上周五下跌了近2% 澳大利亚股市周一早上也跟着下跌 债券收益率大幅下降 VIX指数上升了将近43% 经济学家们担心美联储错失了让经济软着陆的机会 这让市场对未来的经济走势充满不确定性 最后一则新闻是关于卡玛拉·哈里斯 在TikTok上的受欢迎程度 许多评论认为哈里斯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成功吸引了年轻选民的关注 这是一个有效的政治策略 哈里斯的竞选活动不仅成功传达了他的核心信息 还将特朗普描绘成一个与时代脱节的候选人 评论指出 这种策略对于激发年轻选民的政治参与度非常重要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悉尼《尘封报》报道 特朗普在亚特兰大的集会上 舞台上白烟弥漫 仿佛他的愤怒也在冒烟 他对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的集会规模感到不满 称他靠娱乐明星吸引观众 而他自己不需要这些 他一直以来对人群规模非常在意 认为这代表了他的支持度 哈里斯在费城的集会 预计将吸引更多人 他随后还将在多个城市举行集会 这让特朗普感到不安 在亚特兰大 特朗普的支持者试图安抚他 称他的集会仍然是最受欢迎的 但他仍然抱怨未能让更多人进入场地 他认为这是一个阴谋 旨在羞辱他 并进一步推论 这可能影响到选举日的投票情况 特朗普似乎相信 满座的集会 预示着最终的胜利 但他在演讲中 不断被空座位分散注意力 悉尼《陈锋报》报道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上周是否犯了一个 可能导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错误 金融市场似乎这么认为 上周五美国股市下跌近2% 科技股更是大跌 债券收益率也大幅下降 波动率指数VIX飙升约25% 上周三 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 如果数据支持 可能在9月份开始降息 然而周五公布的就业 数据远低于预期 失业率上升 引发了市场对经济衰退的担忧 高盛经济学家 将美国经济衰退的概率 从15%提高到25% 市场预期联储 可能在9月份 进行50个基点的大幅降息 这表明联储可能过于迟缓地应对经济疲软的迹象 尽管如此 美国经济仍保持相对稳健的增长 通胀率也在稳步下降 如果联储在下个月开始降息 仍有机会实现经济的软着陆 悉尼晨风暴评论 许多人对卡玛拉哈里斯的竞选活动感到不满 认为他过于依赖社交媒体和年轻选民 作者认为 这种批评是不公平的 尤其是在政治冷漠和消极情绪盛行的背景下 哈里斯通过社交媒体和流行文化 与年轻选民建立联系 这是一种聪明的政治策略 尽管有人认为 他的竞选活动缺乏实质内容 但他在集会上谈到了住房 医疗保健 小企业和生育权等重要议题 哈里斯还面临来自左翼的压力 他们可能因为他不完全符合他们的政策立场 而不投票支持他 作者认为 哈里斯需要提醒选民 民主是关于选择最好的候选人 而不是完美的候选人 尽管特朗普和拜登的再次对决令人失望 但哈里斯有机会通过巩固中间选民和扩展信息赢得选举 日本时报报道 台北周日 台湾各地民众庆祝他们在政治氛围浓厚的比赛中 战胜中国对手 赢得男子双打羽毛球金牌 引发了欢呼场面 也揭示了两岸之间更深的地缘政治分歧 来自台湾的王岐林和李扬 这对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卫冕冠军 在三局激战中击败了中国的两尾坑和王场 在台湾各大城市 从王岐林的家乡台北到南部的高雄 以及李扬位于中国海岸县附近的金门岛家乡 公共屏幕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粉丝 《卫报》报道 委内瑞拉强人尼古拉斯 马杜罗誓言要粉碎对其统治的最新挑战 并告诉军队他愿意做任何事情 以保护他的革命 尽管上周争议选举后的镇压 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批评 马杜罗称自7月28日投票以来 已有2000多人被捕 人权组织称至少有22人被杀 欧盟对委内瑞拉日益 增多的任意拘留和对反对派的骚扰 表示严重关切 并呼吁释放所有政治犯 加拿大外交部长梅拉尼·乔利 也谴责了暴力行为 并表示公民目击者和国际观察员 提供了可信的证据 证明马杜罗当局提供的选举 结果不能反映委内瑞拉人民的意愿 马杜罗在加拉加斯的军事仪式上 拒绝了这些批评 并声称自己赢得了选举 但尚未提供证据 南华早报报道 分析人士称 印度侨民对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忠诚 不会转化为对他朋友唐纳德·特朗普的支持 因为他们对前总统对少数民族的态度 和对手卡玛拉 哈里斯印度血统的分裂性言论感到担忧 上月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遭遇暗杀未遂后 莫迪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谴责了对我的朋友 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袭击 尽管莫迪在美国的印度侨民中拥有广泛支持 但分析人士指出 即使是那些死中的莫迪支持者 也可能不会倾向于特朗普 因为他们担心他的政权对少数族裔不友好 尽管特朗普在2016年和2020年大选中 获得了一些印度一美国选民的支持 但这一趋势并不显著 Yahoo!US报道 前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州的一个国会选区中 支持了第二位共和党候选人 希望确保现任议员单纽豪斯的下台 特朗普在Truth Social上称蒂弗尼·斯麦利 为出色的美国优先候选人 并继续支持杰罗德·塞斯勒 表示两人都得到了他的完全和彻底的支持 纽豪斯是2021年投票弹劾特朗普的 十名共和党众议员之一 2022年中期选举后 只剩下他和加州的戴维瓦拉道还在任 塞斯勒是前奈斯卡车手和海军老兵 斯麦利是一名护士 曾在2022年挑战民主党参议员帕蒂莫里 华盛顿州的初选是全党派的 任何选区的前两名候选人都会晋级 无论党派 纽豪斯在2014年首次当选 在2022年初选中击败了民主党人道格·怀特 和共和党人洛伦·卡尔普 最终在大选中轻松击败怀特 Yahoo!US报道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尼尔·戈萨奇 在接受采访时警告总统拜登 要求他谨慎对待最高法院的改革提议 戈萨奇表示 独立的司法机构 意味着即使在不受欢迎的时候 也能在法律和宪法下获得公正的审理 拜登上个月在德州宣布了一系列最高法院改革提议 包括强制伦理规则和大法官任期限制 这些提议在拜登任期结束前不太可能实施 但他们表明了民主党的政策目标 近年来多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应接受昂贵礼物和旅行而受到审查 包括克拉伦斯·托马斯和塞缪尔·阿利托 戈萨奇强调 司法系统存在的意义在于 当政府针对你时 你需要一个独立的法官和同辈的陪审团来做出决定 The Independent 报道 新民调显示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和前总统特朗普在总统竞选中几乎平分秋色 根据CNN的民调 特朗普支持率为49% 哈里斯为47% 哈里斯即将宣布他的副总统候选人 最终名单包括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乔什·夏皮罗 肯塔基州州州长安迪·贝希尔 亚利桑那州参议员马克 凯利和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 与此同时 哈里斯的竞选活动也面临丑闻 他的丈夫道格艾姆霍夫承认在第一次婚姻期间有外遇 特朗普在亚特兰大的集会上质疑哈里斯的种族背景 称他最近才变成黑人 引发了观众的哗然 南卡罗莱纳州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 警告特朗普不要在竞选中攻击哈里斯的种族背景 《环球邮报》报道 卡玛拉·哈里斯的崛起对美国总统选举产生了显著影响 特别是在新罕布什尔州 卡罗尔县是新英格兰唯一一个在60年前 由保守派巴里·戈德沃特赢得的县 如今却见证了民主党支持率的回升 几周前 新罕布什尔州的民调显示 拜登仅领先特朗普三个百分点 但随着哈里斯成为民主党候选人 他的支持率已经领先六个百分点 新罕布什尔州的选民对政治风向极为敏感 哈里斯的出现带来了新的希望 让许多原本对拜登失望的选民重新振作 这个州的独立选民比例高达37% 超过了任何一个党派 哈里斯的女性身份和多元文化背景 也可能在这个女性领导人占据重要位置的州 产生积极影响 《卫报》报道 埃隆·马斯克的Neuralink公司 成功为第二位试验患者植入了脑芯片 这一设备旨在帮助瘫痪患者通过思考来使用数字设备 马斯克在一次长达8小时的播客中透露 这位患者的脊髓损伤与第一位患者相似 芯片上的400个电极正在正常工作 第一位患者诺兰·阿巴赫通过这款设备可以玩电子游戏 浏览互联网 并用思想控制电脑光标 尽管在手术后阿巴赫的芯片层出现电极回缩的问题 但Neuralink通过调整算法恢复了设备的功能 马斯克还提到计划在今年为另外8名患者进行植入试验 并讨论了与特朗普合作成立一个 旨在提高政府效率的委员会的可能性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在国家科学周期间 邀请公众分享他们在夜空中见过的最惊艳的景象 无论是极光、闪电精灵、卫星列车 还是壮丽的银河 夜空总是充满了令人惊叹的奇观 许多人会在流星划过十许愿 或者设定闹钟观看流星雨和月时 为庆祝2024年国家科学周 ABC邀请大家投票 选择他们所见过的最令人惊叹的夜空景象 并可以添加自己的建议 最终结果将揭示澳大利亚人最钟爱的夜空奇观 并回答大家关于光污染和黑暗夜空的问题 The Independent 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集会上 唐纳德·特朗普与保守派活动家 麦克拉·蒙哥玛丽亲密互动 并重提了他对卡玛拉、哈里斯种族背景的争议性言论 特朗普回忆起四月在奇菲类餐厅 遇见蒙哥玛丽的情景 称他是如此聪明、如此敏锐 蒙哥玛丽在集会上为特朗普辩护 称哈里斯只有在竞选时才强调自己的黑人身份 特朗普的言论引发了广泛的反应 他和他的竞选搭档J.D.范斯 在集会上反驳了民主党的指责 称他们的立场并不奇怪 Yahoo US 在ABC的本周节目中 共和党佛罗里达州代表拜伦·唐纳斯 与主持人乔治·斯特凡诺普洛斯就卡玛拉 哈里斯种族身份的争议展开激烈辩论 唐纳斯称这个问题是虚假的争议 并表示他不在乎 斯特凡诺普洛斯质问 唐纳斯为何不断质疑哈里斯的种族身份 尽管哈里斯一直以来都认同自己的黑人和印度血统 共和党内一些人 包括林塞·格雷厄姆和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 建议避免这种攻击 专注于哈里斯的政策 特朗普则在社交平台上表示 愿意在福克斯新闻上与哈里斯辩论 而哈里斯团队拒绝了这一请求 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三中全会上 习近平的核心观点和愿景得到了高度认可 但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可能重返白宫的前景也引发了广泛讨论 2018年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史中美关系急剧恶化 特朗普2.0可能进一步恶化双边关系 然而中国领导层认为 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卡马拉·哈里斯入主白宫 都不太可能显著改善中美关系 特朗普的交易性外交方式 可能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国有利 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 中国预计将重点修复与欧洲国家的关系 并通过在乌克兰危机中扮演更积极的调停角色 来改善其国际形象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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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